第26题下列关于存物质和混合物的叙述何者错误 A存物质含有一种成分 这个是对的 存物质的意思就是里面只有一种物质 所以他只有一种成分 叙述A是对的 B存物质具有固定的废点和融点 这个也是对的 因为存物质有一定的组成 所以就会有一定的性质 因此他有固定的融点和废点 我们的叙述B是对的 C混合物的性质会随混合比例而改变 这个是对的 混合物就是成分比例不固定 那他的成分比例改变的时候 他的性质就可能会因此改变 所以叙述C是对的 Z混合物无法用物理方法分离出其成分中的存物质 这个是错的 我们在做食盐跟我们的木炭粉来分离的实验中 我们的蒸发结晶法就是一种物理变化 我们去煮 然后水蒸发掉了 而盐巴流下来 这个是物理变化 但是他分离出了我们的水和我们的盐巴 所以呢叙述猪是错的 第26题问我们说 下列关于存物质和混合物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混合物无法用物理方法分离出其成分中的存物质 第二题 谢谢大家